Assalamualaikum, ini Yulam Beef Nuder yang berada dekat Bandar Baru Bangyi Assalamualaikum Max Waalaikumsalam Alhamdulillah 我已经尝试过了你的拉面 我们的这个拉面的最传统的方式制作出来 保证去尽量还原兰州的这个味道 我看你还很年轻啦 对 你从事这个餐厅很久了吗 也没有,我开这间店也才一年多而已 但是我们家做这个餐饮行也比较久了 我奶奶最早做牛肉面馆在兰州开是1977年 所以这是一个家族生意 大概40年快50年了 差不多50年了 差不多50年 我觉得这个算是你的祖传秘方 对,这些商料都是从我奶奶那一杯传承下来的 我们家的牛肉面一直开到了2016年 到后来因为家里的大人就是年龄太大了 没办法继续做这个餐饮的生意 所以就中断掉了 现在我现在也长大了 就算想说再把这个餐饮的生意再做起来 尝试一下在马来西亚 还蛮特别的 因为很多年轻人是不想要继承家业的 对,我可能比较特殊吧 因为我从小就对这个饮食行业就比较感兴趣 也有跟家里人学过一点如何去做 你是来马来西亚几句话 今年是第六年 来马来西亚之前我本来是想去英国留学的 对,但是就有人向我建议说 因为我是穆斯林 然后马来西亚又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有很多的穆斯林 然后我们穆斯林来到这里吃饭生活都比较方便 然后马来西亚人也都比较的热情 比较的善良 也许如果我们讲在外国 其实穆斯林也是被打压 对,对,对 在像加沙的这些难民就很可怜 对,对,对 像我们生活在这种比较稳定的国家 就会比较的感恩 都是出的 对,这是块面 它用的是一样的香料 就是牛肉和羊肉的区别 但是炒法是不一样 一个是炖出来的 一个是大火爆炒出来的 这个炖出来的 对,羊肉是炖出来的 哦 对,对,对 这个肉的话就比较 比较薄 对,对 所以这个是爆炒的 它需要炖出来的 它是炖出来的 对,羊肉是炖出来的 这是羊肉 我们要加热肉 一个蚂蚂蜜 对,羊肉是炖出来的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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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块 三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五块 所以,如果有家人来 有两块 五块 六块 十块 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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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炖出来 很酷 就比较 味道如何? 很嫩 一咬就断了 对,因为它炖久了 蛮长的时间 是蛮好吃的 所以,你们店算是拉面的专家 对,我们是祖传的 可以说是 那你开了几久? 开了一年 一年多一点 开了一年 然后,平时会多人来吗? 对,因为我这边比较靠近UKM 所以UKM的中国学生是会比较多一点 对,然后也会有马来同胞来这边吃饭 因为我们是穆斯林餐厅 也是蛮多的 华人同胞也是有 这边有特别的店铃铛 这边有很多客户都能帮到这里 所以,在这里还来到一半 如果我吃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吧 还是我比较喜欢 还是牛肉面你最喜欢 对对对 可是你们的店还有什么特别的料理? 有家庭餐的 大概是牛肉是 鸡肉是60多块 然后牛肉是70多块 那是大盘的 大盘很大盘的 那可以吃多个人? 4到5个人是没问题的 4到5个人是中国人? 4到5个人是中国人 马来人的话 可能六七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马来人应该 如果加买小孩子 应该10个也可以 对,我们每一份肉呢 会送两份米饭或者两份面 就肉你还送买米饭 对对 好,难道理了 所以我们的家庭 要帮我们的家庭 在这里的家庭 都要吃饭 我们的家庭 也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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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观众说吗? 我们店呢就是 用着最传统 最正宗的方式 来制作这个牛肉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店里 品尝一下我们的兰州牛肉面 谢谢你